第39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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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六 上天下火 天火同仁 今天講第六層樓 已經到最高層樓 第六層樓 他孤立的在上面 第六層樓 因為 三樓不支持他 三樓是懶的 同性相似 所以三樓不支持六樓 六樓本身也不得位 坐得歪歪斜斜的 他坐在陰的創戶 他本身是癢 所以他坐得歪歪斜斜的 加上 五樓本身也是懶的 同性相似 所以五樓的君王 也不太會理六樓 感覺上六樓自己 位居高位 但是他並不得志 可是你想想 他位在最高樓 以整個城市來說 他已經是在郊外了 那你今天只要放下心態嘛 你在最高 並沒有掌握到像君王的實權 可是把大家聚集到這個郊外 一起野餐 感覺不錯啊 所以搖齒就寫著 同仁於郊 無悔 大家一起聚在郊外 這是沒什麼大事的 平安無事 這意思是什麼 創新原理呢 表示說 表示說 當你在天火同仁 第六層樓的情況的時候 的確 你現在應該有不得志的感覺 但是你的心要放下來 躺當一點 你要樂在其中 享受你現在 既有的成果 這樣你就會平安無事 這樣有什麼創新原理呢 這叫做 制度外突擊 一般的大型企業 或是傳統的產業 它的形式作風 非常的保守 根據過去的作風 但是永遠沒有一些創新的表現 怎麼辦呢 我們必須要在公司的制度之外 設置一個突襲小組 把一些資金 資助給他們 讓他們有一些創新的表現 讓他們能夠獨立作業 不要有很多人去管他 或許他們能夠創出一些 驚天東地 一炮而紅的事業 這時候公司再把他們吸納進來 當內部的組織 這樣是一個維持公司 活力的一種方法 希望這一集對你也有啟發